第七百九十集 这是一种奇景 每一个人的天灵盖上都冲出了一道粗大如月的血光 如大龙一样贯穿天穷声势骇人 年轻一代无不惊悚 这就是差距 如天茜一样无法逾越的鸿沟 这样旺盛的惊喜如怒海一样可吞噬百万生灵 隆隆隆的千云如山厚重沉宁 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灰色的浓云几乎要压落到地面 一种古老的契机透发而出 伴随有浓烈的沙发之气 摇池生死站台 这是一片巨大的演武场 以牙石砌城 每一块石头都可能会有一个故事 上面刀痕剑孔血迹斑 也不知道有多少绝带高手曾立身在此 大战猎天决一生死 浩瀚的演武场 一望无银 许多石块都刻有强者的名字 列文处处可见 这很像是一座远古的战场 虽然没有尸骸横尘 但是那种强者陨落后的契机 却不可摸灭 可穿透进人的骨子里 但凡来到此地 莫不会心有缩感 仿佛一刹那经历了成千上万次大战 感受到了已是绝带高手的契机 东黄最负生命的演武场之一 果然命不虚传 今日不知有哪些强者要血染沙场 一千年前的摇池圣会 我还清晰地记得 自负临天冲老圣主 弃吞山河终极一战 连斩大能 最终却受缘干涸 作画于此 老九仪记得 一千五百年前 绝世妖王 赤苍穹 白衣圣雪 精彩绝艳 独占群雄 一不迈出 就可再续一使命 可惜最终形体军力 攻亏一溃 血染古战场 许多老辈人物都想起了往昔的遗弃 在这里曾经发生了很多大战 仿佛就在昨天 那些人与世还未曾远去 摇池烟舞场 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每五百年一次的盘桃盛会期间 都会有惊天动地的大对决 也不知道有多少绝艳的大人物陨落在此 留下了一个又一个永恒的传说 让经历者唏嘘 孔雀王一生长小 化成五色神光 降落在生死战台上 副手而立 扫视群雄 谁不辅 尽管上来 这七个字 可以说相当的狂妄 辅士各方雄主要世见天下 你少要嚣张 别人怕你 我欧夜天不惧你 万出已故圣主的师弟 早已等候多时了 化成一道青光冲了过来 轰的一声 他上来就打 没有任何废话 五指间万道混沌器射出 演化成一片剑海 强强强的 蒸蒸剑鸣动消汗 万道混沌剑绝是犀利 每一剑都展出了大道印记 如天道披落了下来 早已听说 我夜天炼化了一道混沌器 果然是真的 难怪如此自信 众人吃惊 那道混沌器被炼化后 未能超乎想象的强大 一剑一印记 粉碎真空 共有一万缕大道印记垂落下来 每一道都可摧毁一座太古深月 震慑到人的骨子里 烟雾场外 许多人灵魂都跟着颤抖了起来 可怕呀 太可怕了 他闭关五百年未出使 竟达到了这样的境界 决定强者呀 人们震撼 许多人惊呼 万道混沌剑芒 演化出万缕大道印记 竟连到了一起 形成了真正的天道威亚 哄的一声 铺天盖地而下 粉碎一切有形的生灵 让每一个人都惊悚 欧野天上来就是绝杀 不想大战成百上千回合 运转出了最强攻击胜数 想毁掉一代妖王 孔雀王长小 山河街道 如果不是有盐武厂守护 场外许多人都要崩碎了 根本挡不住这种音波 漫天星辰浮现 一个个大星比太阳还要璀璨 让这片远古战场 近乎要燃烧了起来 充满了汪洋一样的恐怖波动 星辰要青天 上古最可怕的异象之一 许多人惊呼 这是孔雀王的一种逆天手段 他也是上来就祭出了 要一招分生死 根本不留后路 蒸蒸蒸的 每一颗星辰都如山月一样巨大 压满了浩瀚无银的演武场 与上万道混沌剑芒碰撞 东的一声 高天都仿佛被碾碎了 那里成为一片毁灭之地 什么都不复存在了 众人没有办法看清 砰的一声 漫天大星寄灭 唯有混沌缭绕 众人吃惊 孔雀王被斩了不成吗 唰的一声 欧野天冲了出来 浑身都是血 机体出现很多裂痕 遭受了不可想象的重创 风驰殿处 想要逃离远古战场 在虚空中 孔雀王独立 一声大吼 巨大的演武场都要被掀翻了 千云破灭 欧野天大叫着 啊 他的身体在虚空中裂开 头颅四肢等 全部分离 他在虚空中炸开了 原本就快承受不住了 而今一声大吼 让他彻底的碎裂 行神俱灭 众人呆呆发冷 一代大能就这样被孔雀王活活给震死了 场中央他独立 黑发乱舞 妖威滔天 孔雀王升阵长空 副手而立 叶凡我保定了 谁不服 尽管上来 便问群雄 这是何等气概 天下没有几人敢如此 场外一阵大乱 万出圣地死了一位绝顶人物 这可是一件大事 着实镇住了很多人 众人吃惊的议论 孔雀王太强大了 行传 他还有更厉害的后手 有许多逆贴手段 孔雀王大鹤 腰战摇光圣主 李道卿 你可敢与我一战 众人心惊 在这种场合下叫阵 这明显是想图圣主啊 所有人都倒吸冷气 两人若是大战 绝对惊天动地 八百年前 他们曾大战了三天三夜 未分胜负 举世皆知震动东荒 我有何不敢 在这境地下 腰光圣主直接应战 这关乎到一大圣地的威严 圣主 让我来拿下这个小妖 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 拦住了 妖光圣主李道卿 师兄 妖光圣主李道卿 这样叫道 不必说了 我来对付他 这个人老太隆重 浑身的皮肤全都松弛了 血肉几乎干苦 发肆稀疏 拄着拐杖 慢吞吞地走出人群 诸圣帝真的有活化石在世上 这时 遥光圣主的大师兄王征 年过三千岁了 他居然还活着 一千五百年前 他如日中天 曾在这里光芒万丈 拜进墙底 而后归隐 现在又出来了 可惜已是迟暮之年 很显然 他又进灯窟 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如今是想发挥余热 这个老人一出现 引起了一片哗然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纷纷议论 唰的一声 他如鬼魅一样 快到了极致 无声无息地出现在 巨大的演武场中 浑浊的双眼 射出两道精气 盯住了孔雀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1호